超过300位民众身穿白衣头戴斗笠 一大早就在二月八公园集合 由民进党前主席林一雄领军 徒步走向立法院 我们这个公投法根本是反公投法 所有的公投案不是不能成立 就是成立了以后没有通过 有一个法律定了十几年 没有人一个人可以利用这个法律 来做一个好的决定 那是我们这个社会非常大的损失 学运满周年这天 以民进党前主席林一雄为首 上午十点带着300多人绕行立法院七圈 学运领袖之一的陈维廷也到场支持 傍晚则会有37个团体联合申请 在济南路举行晚会 21 22 23号接连三天 则在青岛东路段集会 318整个运动其实就是 反复冒黑相民主阵线 各个团体大家集结起来的一个联盟 那今天大家也会一起回到这边 这个台后面的台子就是晚上的会场 呼吁立法院推动 不正公投法 修改选霸法 还有降低公投 以及罢免的联署门槛 完全于名 是我大哥 从早上十点开始 济南路部分车道进行交管 下午五点活动集结 则是扩大交管到正江街 以及济南路全线管制 警方缜密部署 防止失控 要让学运周年重返立院活动 和平落幕 记者神家名章若语 S小组 采访报道